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烧烤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这次视频呢是 嗯嗯嗯嗯 是购物分享下 然后我最近有一点点感冒 所以嗓子有一点点哑 那我之前呢出了一期是超平价的购物分享 然后我攒了一期就是 呃 贵价 其实也不算贵价 就不是那么平价的购物分享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就接着看下去吧 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先从 贵的开始这样好了 那这个是我最近跟妈妈逛街买的 Chanel 然后我拆开它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 它是一个 做旧五金的一个凶针 它是一半是这样的做旧五金 一半镶嵌了这个小的珍珠 这个紫色的宝石 还有这个黄棕色的宝石 其实我觉得Chanel的凶针还是蛮划算的 因为你买了一个之后 它可以把你衣服里面所有衣服都变成Chanel 你本来400块的衣服就变成4万块钱 这是我特地避开了一些珍珠跟大水钻的款式 这个还比那个水钻款便宜呢 那这根项链是ERV的 我觉得这根项链非常好看 就是它上面是一个金色的吊牌 一个银色的吊牌 等于说这个项链配金色的配饰和银色的配饰都是好看的 然后我是买回家才发现它链子这边还有一个小的ERV logo 也是蛮好看的 就是蛮细巧的一款项链 它这个吊牌上面都是ERV的压纹 就是这根项链它其实也是比较百搭的 你配T恤你配卫衣你配高领毛衣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我最近还要买一个这个特别好看的星巴克的杯子 这个杯子呢是几十周年的限量款好像是 然后这个杯子可能现在店里已经没有了 它是一个偏光的杯子 它下面是这种磨砂的质感 而且它配了一个这样的搅拌棒 这个搅拌棒跟这个也是非常搭的 然后我最近还要买这个 这不能说是买的吧 这是星巴克换的 这是星巴克的一个小的旅行箱 它这个袋子是可以绑在你的拉杆上的拉杆上的 然后因为这个箱子我其实出门也不太会用 所以现在是放一些我最近买的盲盒 这里面展示吧 你看这是乌苏拉 而且这个不是我抽的 我很想要这个乌苏拉 然后这三个是我抽的迪斯尼法派系列 这两个是我最近抽的蒸汽 复古蒸汽系列的模拟 然后我觉得这一套蒸汽的模拟是 里面做工最精致的 它里面丑的几乎是没有 然后 哎呀 啊 这个也是那个迪斯尼反派系列的一个老奶奶 那这个老奶奶 我不知道它是哪部系里面的 我还在线上抽了一个那个巨巨巨难看的驴 我一定要贴个图放在边上给你们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是双猫尾狗还是双猫尾鱼 真的好丑啊 那说到泡泡马特呢 我最近还收到了小奥亭跟泡马特的联名款 眼妆礼盒 虽然说它这个里面是没有毛利的 但是它这个bunny系列的好像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还是有种收到盲盒的感觉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哦 它这个礼盒里面是有一个眼线笔 有一个睫毛膏 还有一个眉笔 它一面是这个bunny系列 另一面是它的这个logo 真的它这个磨砂质感我觉得好喜欢 然后他们家的眼线笔 真的不用多说了吧 这只黑色的眼线笔 我觉得用来拉长眼尾或是画内线都很不错 它的出水非常流畅 而且不容易开叉 而且它防水防游的能力也特别好 听说张雨琪的化妆师都推荐了这个小奥厅的眼线笔 还有一个万花筒 哇这个万花筒包装做的也是真的很好看 他们家的睫毛膏跟眉笔我平常有一直在用 而且这个礼盒我觉得送人真的是非常体面过人吧 因为它的包装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所有产品也都非常好用 送人真的不错 那接下来继续说彩妆好了 我之前不是买那个NARS的月光石的中样 然后觉得那个中样不错嘛 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正装太贵了 后来我就去买了这个Urban Decay的那个牛郎 这个牛郎色也是就是推荐的款式 非常好看 他底色也是几乎没有的 我真的好喜欢啊 總之哦我最近还要买这个YS的皮气垫 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嘛 就是所有美妆博主人手一一顿的 这个气垫怎么说呢 如果你只是觉它包装好看的话 你是可以去买的 但这个气点有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持妆效果没有这么好 它刚上妆的时候脸状态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你稍微定一下妆也会比较细节一点 但是它的持妆能力有一说一真的一般 如果你们有那种可能出门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的行程的话 那用这个是OK的 如果你们可能就是要再久一点的话 我是不建议用这一款的 但是它真的太好看了 我会用它带出门当镜子 因为就是我花钱了想让别人知道 你懂吗 哇YSR新款脾气垫 对这是我没错 这是我在用 还不是很好用 我之前八月不是出过一次拆吗 去完美日记的总部 就是在直播前其实是要对一下本的嘛 就是你要了解他们 就是那天要播的所有的品 当时我就比这个粉明深深重 这个粉明的包装真的很好看 我给你们看一下 而且我们对本的时候他们说 李佳琪当时说这个粉明的外壳 光外壳就可以卖300块钱 当然这个粉明不用这么贵啦 像完美日记这种国货 走的就是这种超高性价比路线 像我今天其实没有做一个定妆 就是为了给你们看下这个粉明的妆效 那个logo已经被我用完了 它这个遮瑕力也不错 这个类沟马上不明显了 看到吗 这边定下 然后你们补妆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们避开那个高光去 因为我是喜欢这边有点光泽 然后类沟啊 它法令纹这种地方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哑光的状态 它其实把我刚才的法令纹跟类沟处的泛油都遮得差不多 然后现在这边的豆腐又出来了 哎遮一遮 那现在整个妆面给人感觉就特别高级 而且它的粉质还蛮细腻的 主要它的包装真的很好看 我昨天带出门的时候 我的姐妹还问我这什么牌子的粉明怎么这么好看 马上我要了链接 但是我跟她说 你到双11在下单嘛 因为双11好像是他们全年最低价 大家双11可以冲一下 然后我买了这两个口 这个蜡笔口好像是之前蓬王者推荐的款 它有点类似于我上次泰妆的那个Romaine的16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软糯的颜色 Romaine的07 是不是他们两个颜色有点像 是不是有点像 然后现在我上了这个是我之前泰妆的这个Romaine的16 Romaine的16再偏红一点 如果你喜欢这种色系 这三个颜色你买一只就好了 这三只口红大概加起来不到100块吧 我最近还有买很多帽子 其实是我最近前段时间买的帽子 它是一个Cosine的帽子 其实这个牌子念Cos COS 但是我一直跟我妈读的是Cosine 其实这个帽子你如果搭配的好 就是日系 如果你配不好就是捡垃圾的 我妈今天就说我想捡垃圾的 它的帽颜是前面长后面短的 就是它遛狗真的非常方便 除了风大了它会被吹走之外 如果太阳大的话 你就可以把帽颜带在后面 它真的是遮阳效果非常强 然后太阳在前的话就把它在移 秋天你配那种米色系或者是卡其色的穿搭都很好看 而且因为这个帽子的帽也是比较宽的 所以它能够显得你的脸比较小 我觉得还可以啊 为什么这样捡垃圾的呢 我是建议你们没有刘海的姐妹 就去买那个我之前推荐的电发跟神器 因为它这种帽子就能够正正好好卡在你电发跟的那个夹子上 黑色的它是一个毛线织成的贝雷帽 对吧 是不是看上去头大脸小 还蛮不错的这帽子 是不是还不错 夸 又夸 因为这帽子要480呢 这个蓝色拍出来好像还可以 就是没有色差这么严重 来大家猜猜看这个是什么 大家把自己猜到的东西打在公屏上好了 好 3 2 1 给你们看 这个是拥抱宠物目浴露 拥抱宠物毛发柔顺乳 它是科研士出的宠物目浴露 对 因为其实科研士家的洗护我一直很喜欢 像除了我自己在用那个金斩花的洗面奶之外 我爸用的也是我给他买的那个科研士的洗面奶 而且这一套其实是比爱犬岛便宜的 如果你们养狗的话 应该就会知道 就是宠物目浴露里面比较好的一个是爱犬岛 但是爱犬岛的价格真的很贵 它的单价跟卡士是差不多的 正好这套它其实价格算下来是那个爱犬岛的一半 然后这一套的味道也是蛮好闻的 如果你们是在家给宠物洗澡的话呢 是可以买这一套的 像我其实是不怎么买鞋子的 然后当时我入卧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双鞋子真的超级开 这双鞋它是一双高峰的帆布鞋 我的脚就是很大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它自己自带的 一个是招财 一个是开运 它这个你是可以自己 自己根据你自己的想法来搭配 它边上这个大扣的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它边上是一个这样的小的包 它是一个这种招财猫的款式 它这个小子特别像那个AirPods的盒子 但其实我帮你们验证过 AirPods是放不进去的 然后它的里面真的是可以打开的 这双鞋子呢 我是觉得它就是你配那个卡其色 对配那种鸵色会非常好 因为它是白色帆布鞋嘛 总体还是比较休闲 但是又有一些颜色可以跟你的衣服呼应 然后我看到官网图配的是这个颜色的鞋带 其实配上去更加好看 我到时候贴一个官网图在这里你们看一下 它的鞋带上面写的也是开运招财 这个真的不是广告 真的好可爱这双鞋 然后反正它的整个配色 主要是它的整个配色我很喜欢 所以就第一次买了飞院的鞋子 然后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你们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最喜欢的产品是哪一个 那今天这期视频到这边就全部结束啦 大家拜拜 拜拜